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子彤 首先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点名批评 缅甸、中国、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和南苏丹 这六个国家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暴行 这是强调美国政府如何利用金融、外交和其他手段 试图阻止这些暴行的一份报告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7月12日 发布了一份关于防止种族灭绝和暴行的年度报告 今年该报告首次直接详细描述了 发生的缅甸、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叙利亚等特定国家的暴行 这些地区代表了我们议程上最严峻的外交政策挑战 布林肯说 我们将利用一切我们可以利用的手段 包括外交手段、对外援助、事实调查图、财政手段和接触 以及像这样的报告 这份报告提高人们的认识 并使我们能够带来协调一致的国际压力和反应 布林肯还表示 今年1月 布林肯确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犯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美国国务院继续限制那些据信对拘留或虐待穆斯林少数民族负责的中国官员的签证 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两名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进行了制裁 数十家中国公司还因在新疆践踏人权的行为而被列入了美国实体名单 一些专家说 防止种族灭绝不仅是一种道德责任 也是国际法规规定的一项义务 但也指出了一些局限性 种族灭绝行为是美国联邦法院普遍管辖的罪行 种族灭绝观察组织的创始主席格雷格里·斯坦顿说 无论在哪里放下种族灭绝的罪行 作恶者都可以在美国联邦法庭受到审判 但是这些作恶者必须身在美国 因为美国法庭不会缺席审判任何人 斯坦顿补充说 塔夫次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法助理教授汤姆·达嫩鲍姆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1988年批准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要求各国防止并惩治种族灭绝行为 达嫩鲍姆说 但是防止的责任并不包括为此目的而在外国使用武力的权利 达嫩鲍姆说 尽管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150个国家都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的缔约国 但是北京政府对该公约的一项条款提出了保留意见 阻止了在国际法院展开诉讼中国法律案件的可能性 在缅甸问题上 美国在缅甸2021年2月发生的政变后对缅甸军方领导人进行了制裁 并暂停了与他的军事接触 政变领导人包括许多在2016年和2017年在若开邦对罗兴亚人犯犯下暴行的人 美国认定这是种族清晰行为 在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 美国还将缅甸人在美国的临时保护身份延长了18个月 同时呼吁缅甸政权将权力交给民族选举的政府 并停止杀害和袭击抗议者 今年3月布林肯将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发生的暴行成为种族清晰 美国限制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某些非人道主义的援助 并对该国实施国防贸易控制 两项评估都在进行中 我们正在将事实和法律评估结合在一起 两者都得到了非常积极的考虑 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周一在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决定 在将提雷格和缅甸针对罗兴亚人犯下的自备刑时 反人类罪或者种族灭绝时说 但是种族灭绝观察组的斯坦顿批评了美国国务院 称国务院的律师阻止认定很多其他国家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的三个月里 他们拒绝称之为种族灭绝 他们仍在阻止承认缅甸对罗兴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 他们阻止承认尼利亚正在对基督教徒实施的种族灭绝 斯坦顿星期一在一份电邮中说 2018年 埃利塞维尔顿防种族灭绝和暴行法案 在2019年1月14日被签署 成为美国法律 该法要求根据对持续的暴行和面临暴行风险的国家全球评估 就美国政府预防和应对暴行的努力做出更新报告 63岁的海地义美国医生克里斯蒂安伊曼纽尔萨农 周日7月11日晚些时候 被海地国家警察总长指定为暗杀总统诺福内尔·莫伊斯的幕后策划者 海地国家警察总长莱昂·夏尔告诉记者 萨农和一些哥伦比亚枪手于6月初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海地 这些枪手因于上周的谋杀案有关联而被捕 萨农是目前被警方拘留的三名海地一美国人之一 7月7日星期三凌晨 莫伊斯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家中被杀 他的妻子玛蒂娜·莫伊斯在袭击中受了重伤 被送往佛罗里达州迈阿米接受治疗 这位警察总长说导致萨农被捕的信息 是在询问哥伦比亚协议人时获得的 这些协议人通过翻译与调查人员交谈 这些信息让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的家 夏尔周日晚间在海地首都太子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他的意图是出于政治目的 他联系了一家专门从事保安调查的公司 以招募我们今天早些时候谈判的一些袭击者 他于六月底抵达海地 随行的还有那些袭击者 他们本是为他的企业和他本人当上共和国总统后 提供安保袭击者们的最初任务 是为伊曼尼尔萨农提供安全保障 但后来任务发生了变化 这名警察总长表示 其中一名袭击者获得了对总统莫伊斯的逮捕令 他说逮捕令的副本已经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 他没有详细的说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 也没有详细说明是谁签署的 另外22名枪手后来加入了该组织 并与一些海地人建立联系 但警长没有透露他们的姓名 警方已经逮捕了18名与袭击有关的 哥伦比亚人和3名海地人 据信至少还有另外的5人在逃 临时总统克劳德约瑟夫周日晚上 在太子岗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动机 这起暗杀阴谋有好几个步骤 约瑟夫告诉媒体记者 他们首先要刺杀总统 然后煽动公众走上街头 大肆杀虐 摧毁财产 然而从第一天起 人们就听从了我们的号召保持冷静 我感谢他们这样做 白宫宣布一个由美国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 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组成的美国官员小组 周日抵达海地 协助调查这起谋杀案 这项援助是对海地所提出请求的回应 美国代表团与海地政府官员一起调查了 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并会见了领导暗杀调查的海地国家警察局人员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 周一在通过电邮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 霍恩表示 美国代表团还会见了海地政府官员 新闻秘书珍沙奇周一在白宫说 海地要求美国派遣军队平息与暗杀有关的 零星暴力事件的请求仍在审议中 拜登政府官员已表示 美国还将就海地乱局与地区伙伴和联合国进行磋商 约瑟夫总理再次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并承诺将莫伊斯谋杀案的负责人绳之以法 保持冷静 我们正在尽一切的努力将杀害总统的凶手绳之以法 约瑟夫说 像这样的谋杀案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他呼吁所有的政治活动者们与他一起寻求正义 海地在总统莫伊斯预测后不久 便宣布国家处于戒严状态 根据官方的法令 戒严将持续15天 该国的机场和多米尼亚共和国接壤的边境 将在另外通知前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以上是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